下面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使家人吃素 以及用素食来拜祭祖先 如果以素食拜祭祖先 祖先是否会不同意 这是你多心了 你多疑了 祖先比你聪明 为什么呢 知道当年在世一生吃肉 跟很多众生结了冤仇 搞得这个冤签债主一大堆 都不肯饶过他 才知道错了 那你现在素食难得了 你用素食拜祖先是孝敬祖先 用肉食拜祖先是天镇长祖先的罪业 把这个杀神吃肉的账要算到祖宗头上去了 你说你这算是孝顺吗 那谁印光大师 有很多篇的文章 都是劝导大家了 用素食记住 下面第五题 如发愿精进念福 至欲至实至 自己先行往生信徒 恢复被视为不孝 如果你真的 精进念佛了 欲至实至往生了 这不是不孝 这是大小 为什么呢 你父亲养的这个儿子到极乐世界做佛了 他是佛的爸爸 他是佛的妈妈 他会受到一切天人的恭敬供养 那是大小 就怕的是念佛不能往生了 那就叫大不孝了 幕后还有个题目 还有个提问 台湾 马云九 总统参加季孔典礼 是不是封建 这个问题问的很奇怪 季孔就是封建 那你季祖先是不是封建 这两年我看国内 很多人都上坟 亲民 冬至都上坟 祭祖了 这是不是回复到封建 我们可以联想到 如果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封建还不错 为什么呢 封建是孝顺父母 那不封建就不孝顺父母了 孔子是老四 季孔是提倡 尊私重道 确实过去列代帝王提倡 明过年间的时候 还是有提倡 那现在人的时候 不要父母了 当然他也不要老死了 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此地 马云九祭孔 这得赞胆 为什么呢 只要这个社会能够回到孝道 回到私道 能够孝勤 曾思 我们的社会会安定 世界会和平 这个确实是要国家领导人 来带头 他的影响才大 我记得前几年 我跟这个凤凰电视台 刘董事长刘长乐 结明 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是 现在这个世界 有年重人 可以拯救世界 也可以毁灭世界 他说他年重 我是第一种国家领导人 第二种就是 干你们这一行 这个卫星电视 影响太大了 如果播一些正面的 这个画面 那你就救了世界 如果是编副 剥负面 剥一些暴力色情 啥道盈望 那你就是毁灭世界 所以封建 什么叫封建 什么叫迷信 这个要讲清楚 讲明白 不能把孝顺父母 看作封建 封建时候 讲伦理 讲道德 讲因果 那现在说 这个我们 伦理不要了 道德不要了 真的是如此 所以现在说 你看连来粉都有毒 连小孩的时候 他都要让他 让他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是什么 这就是没有伦理道德了 你们想这个社会好不好呢 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 我还是愿意选择封建 封建人过太平日子 过过人有良心 不愿意做伤心害理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要头脑清醒的来对待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批评他 你批评他不对的时候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不孝是对的 不养父母是对的 甚至于今天说 杀害父母也是对的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儿女杀害父母 这个兄弟互相残杀 在学校里面 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信息 这个学生杀老师 杀同学 太多太多了 这是什么 这现代二十一世纪的文明 这个拨封建 如果是学生的时候 孝顺老师 敬爱老师 那这个学生是封建 这个儿子回家孝顺父母 这个儿子封建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法 确实 今天这个社会价值观 值得我们生死 好 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此地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